今次快十幾號安平英華路技大到平方路口發行一家希望車好 使者跟小鄉市議員零件很認真 上後林議員就在等區議員立文政 以及市府交通局、幹部局、作會全能事故現場來回覽 前對可能是路口騎樓、踢出以及上方公客家 做生意路人士山坡好來發行議案 希望相關部門可以用十回選 今次快十幾號發行在安平區一家希望車好 對行車去路基當中可以看到 當一間車兩口到英華路基當到平方路口 合起已經停停停安定 不過會邊倒邊有一輛機車衝過 讓當車不會回公車來農到 作為車停止明十八回下路等中失望 市議員零件就叫做市議員零件 其他議員會想說 第八個市議員立文政 以及市府交通局、幹部局 全都發行事故的路口會抗 你到現場騎在機車停車界 其實就能不能明顯感到 平方路專用合起因爲選擱跟3米半 所以路口處間不提出 也還有電平公格的影響事項 可能就是做生意欠事故的主要原因 所以我們有要求相關單位 就這個合避的部分 還是說就這個視線角度的部分 做一個檢討 做一個改進 必要的醫療科再來發行 這種不幸的一個視頻 今天其有它有保持暢通沒有錯 但問題是它的上面是被 就是整個租給就是看板 那看板環部換下來 你根本在往前走的遠端處 你根本完全都沒有看到這個紅綠燈 對這人已經忍心的事實 是真假消極的坦然面對 不過還是希望相關單位 可以做出友好解釋 不要讓漢紙來發生 希望說我們就是有一個安全的環境 有一個安全的行車環境 對啊就是也希望這件事情就是 希望就是政府可以重視這些 用路人的安全 前對這機關提出有問題的方便 市府交通局和幹部局 現在將會簽對交通合致選桿更新 以及間部行政學院製造 跟為間調度部分 要求民眾配合 交通合致很早就設定 路口間部提出也已經大件一段時間 並想是一個容易發生疏過的路口 現在因為好像是路口 這個路口的2件4名的消息 交通期待接觸出比重視 希望相關部本來等各個等級 改善出席 保障應路人4名再相安傳 繼續玩家民口 彩虹報道